喂 嘿 阿納 喔 你這麼久沒睡了 現在還沒睡 啥 你去有一個遊戲 海間都不知道在睡 整天都放在上面 還要固定燈路 你做的不是Switch嗎 蛤 真的Switch的遊戲 蛤 什麼叫做 我來玩看看 什麼 貓咪戰爭 欸啥 好吧 我來玩看看就知道了 好喝 喝 喝 好 掰掰 欸 大家好 我是MP大雄March Bear 唉 自從被阿純推薦了貓咪大戰爭以後 我覺得我每天的時間都很不夠用 無時無刻都向他開來玩 當初被他推薦的時候我想說 這遊戲到底有多好玩 能好玩到哪裡去 還要花錢去購買 因為他不是像手遊那樣子 他是一次買短製的 恩 有點是他不用課金 因為他買完以後就沒有課金要數了 他的排行呢 目前是所有遊戲的第二名 然後呢 他是下載遊戲的第一名 我本身是不太會玩塔房類的遊戲 恩 我原本想說這遊戲到底有多好玩 值得我第一次在Switch上面消費嗎 因為我在Switch上面還沒有買過東西 恩 被阿純推薦以後 我就想說買了網門開好了 結果 真的太好玩 而且很簡單 但貓咪的種類也超飽多 看到了一隻一隻的貓咪 各種奇奇怪怪很奇葩的貓咪 我相信愛貓的人 絕對會很愛很愛很愛 真的是 徹底的被遊戲給吸吸 瘋狂的在玩 他遊戲的關卡 不要認為說這遊戲便宜 結果關卡很少喔 我現在打的是全國篇 然後接下來會有世界篇 聽說阿軒玩到現在已經有宇宙篇了 而且這遊戲每六個小時會送一次關頭 關頭對於遊戲裡面的運作是非常重要的 我會在接下來的影片裡面 放上遊戲畫面以及遊戲的警戒 讓大家看看這款遊戲到底有多麼的魔性 想要玩的朋友啊 看完我的介紹以後 就可以決定要不要買 要買之前呢 先給大家一個 很嚴重的警告 買下去了 開始完了 時間就開始被偷走了 我現在就是這樣 那請接下來繼續看我的介紹囉 首先進入遊戲呢 我們會有兩種選擇 一種是單人模式 以及雙人模式 目前大雄呢 玩到的是未來篇 以及原本的日本篇 那我們現在就用日本篇來做介紹吧 每六個小時登錄呢 就會像這樣拿到 罐頭50個 罐頭在遊戲裡面很重要喔 然後這是塔的攻擊力 塔的射程 還有塔的發射時間提早 金幣產生的速度 關卡內金幣取得上限 城堡的體力上升 貓貓的產生速度 打倒敵人後 金幣的取得提升 過關的經驗值提升 以及我們的體力 接下來這部分呢 是我們的隊伍編輯 要編輯好隊伍以後 才能夠出戰喔 點下我們的隊伍格以後呢 就會出現我們目前手上 所有的貓咪 就可以加進去隊伍裡面 看我們要怎麼出去 跟人家玩K啦 接下來的部分呢 就是手遊版 讓人家又愛又恨的轉蛋系統啦 所以關卡越過越多 開起來的轉蛋呢 就會越來越多喔 那讓我們來抽一次戰果吧 雖然這次抽到的角色呢 是雞類啊 可是呢 並不是大雄想要的角色 然後我們有看到呢 有抽到重複的呢 雖然說在使用上 他好像沒什麼用 其實他可以換成角色加1 就是額外強化的意思 要不然角色呢 基本上就是10等 20等 30等 再加1加2加3 就等於是22等 23等 抽到重複的也不要氣餒喔 因為大雄滿滿的重複啦 貓貓的圖鑑呢 我們一開始看到裡面 有一般的 1X版 雷亞 然後還有雞類啊 然後一般版呢 就是一般的 一開始排出來的角色 1X呢 就是後面解任務一直送的 雷亞跟雞類亞呢 就是後面抽轉蛋 抽出來的角色囉 接下來讓我們進入戰鬥吧 來玩K了 然後我開起來的是寶箱 就是每一個關卡 取得最高的寶物 這個遊戲呢 裡面有寶物系統 寶物也是對於戰鬥呢 是很重要的系統喔 然後我們現在的部分呢 是看看我們的 右上角是金幣 左下角呢 就是我們金幣的產生速度 以及取得的金幣的總量的提升 金幣呢 可以讓我們產出很多很多的貓貓 通常呢 越強大的貓貓呢 需要耗費的金幣也就越多 而且它的CD時間也會越久喔 所以我們一定要配好我們自己的隊伍 並不是說全部都配到最高的金幣 就是最強 這個部分呢 真的是非常的有趣 建議大家 一開始在玩的時候 就花罐頭 買寶箱道具 把每一個關卡裡面 最高的寶物呢 一開始就先取得 把一些額外的獎勵呢 打開 這樣子對我們的戰力 也是很大的提升喔 還有在這邊 另外建議大家 一開始拿到的經驗值 不只可以強化角色 還能夠把塔的攻擊力 塔的體力 以及金錢的取得 以及金錢的上限 全部拉滿的話 對於一開始的遊玩呢 是非常大非常大的推力喔 像我現在 左下角的 塔的等級呢 已經拉到最高了 右上角的金錢取得呢 也到9650 而且我已經產出第一支 2000多的 金錢所召喚出來的強角囉 也不要小看前面的一些角色喔 前面的角色呢 你只要配得好的話 它的戰力呢 也是很穩很穩的呢 就這樣 在一路上呢 堆滿了貓貓之後呢 整群的貓貓 就開始往塔前進喔 我們來攻陷對方的塔吧 喔耶 我們把對方的塔打爆啦 我們完全勝利 取得報仇還有最高的寶物 這就是寶箱道具的功能喔 或許一開始你會覺得 有些貓貓不夠強 可是其實有些貓貓是可以 兩段進化 甚至三段進化都會越來越強喔 接下來部分呢 是小遊戲 大熊玩的這一次呢 是打地鼠的部分 小遊戲呢 可以取得金捲 銀捲拿來轉角色 以及經驗值拿來強化角色 然後呢 打地鼠這遊戲啊 大熊個人是推薦 用觸控的方式來打 會很好大喔 分數也會拉很高 除了打地鼠以外呢 他還有 阿拉松 以及 色貓 色狗狗 還有一個就是 從天而降的 減貓貓遊戲 小心不要被啞鈴敲壞頭囉 而且除了分數可以領取獎勵以外啊 每玩一次小遊戲呢 都會回復一次體力喔 你只要把關卡跟體力運用得好的話 打完小遊戲 讓你永遠有玩不玩的體力呢 那我們來抽一下銀捲吧 銀捲的部分呢 會抽出角色 以及 我們的塔 跟我們的金錢的取得的等級提升 讓我們額外的提升越高呢 我們的戰力就可以越來越強啦 貓咪大戰爭呢 是一款魔性非常的強的遊戲啊 那裡面還有很多隱藏要素啊 大雄還沒有開出來 想知道的話 你也快一點消費下載來玩玩看喔 我是NB大雄 Muchbear 我們下次見 掰掰